日月潭在1934年日日时期成为水利发电的重要水库 在这之前一直都是少族人生活的传统礼遇 因此身为少族人的一员石庆龙 每次在日月潭水面下降期间都忍不住怀念小时候 日月潭处处都是水田的美好景象 日月潭对大部分台湾民众来讲就是一座高山湖 但很多人不知道 日月潭在日治时期为了水利发电 才用能工规划所做出来的水库 这部分都是温道少族人 只会从他们口中来了解过去日月潭的景象 建水建发电厂的时候 汽水加高的时候就强迫我们搬来这边 所以那边那个时候就 那个旧部落就沿在水底下 那等于现在到745公尺的时候 那个是沿得更深了 那所以搬来这边其实我们不是在这边 我们还在潭底下这边 我们当时也都是到岸边 在捡一些野菜 或者说捡一些 或者在潜滩那边捞小的鱼 还有捡那个半壳 日月潭水库在1934年开始沿到海拔650公尺高 一直到现在维持在745公尺左右的高度 对身为少族人的议员石庆龙来讲 免到水位降低时 他都会忍不住 怀念到小时候 原本就剥落了首罪 只是如今一切都沿在潭水底内 想到少族人因为水利发电来牺牲族群的土地 他还是会砍到无奈 最后就是被强迫迁来这边 当时后来叫华华社 后来德华社就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把我们少族集中在这边 就是也禁止汉人来跟我们来分屈 那最近原住民转型争议这个部分 当然实际上也都有在进行 但是我想这个阶段可能还没有办法看到很多的一个成果出来 时局制乐坛的少族人他们也承认 乐坛作为水库供人以及观光旅游的重要地位 因此石系农也呼吁水利署以及台电公司 能够认证来替这日坛清淤 确保台湾水利发电的永续使用 记者夏世奇与此采访报导